这片小花园的颜色搭配的可真好看 不同颜色的叶子搭配到一起 显得很有层次感 这旁边还有一个用花盆搭起来的人偶 很可爱 得出结论 想要花园美 还得靠一年生的植物 还得有钱 如果每年都肯花几百块 买一堆一年生的植物种在花园里 那一定能成为整条街最美的花园 进入温室 这两排彩叶玉 真的是好好看啊 以前买过彩叶玉 没养多久就死了 这个红掌可真大呀 不过颜色怪怪的 这旁边还有很多别的颜色的红掌 一直觉得红掌像假花 像塑料的 快看各种各样的塑料假花们 这是温室的另一个馆 全是各种兰花 这个花的形状可真是奇特 以前没有见过耶 总的来说 我不是很喜欢兰花 因为它不开花的时候 真的是不好看 虽然它的花期非常的长 但是想想家里现在还有几颗没有开花的蝴蝶楠 跟个白菜一样除在那里 就觉得心晒 这儿还有各种各样的积水凤梨 真是五彩斑斓 旁边树上的老人须 非常的茂盛 这东西以前我也养过 没养多久就干死了 看到我心爱的尊鱼海棠 真是激动啊 我家那颗小苗苗什么时候才能长这么大 这盆没有做支撑 有点乱 还有各种各样的海棠 这是一个专门的海棠馆 有各种各样的海棠 真的是眼花缭乱 都好想抱回家呀 我很喜欢叶子颜色丰富的植物 海棠开不开花 其实无所谓 只要叶子好看就行 这个粉红色的花真可爱 好萌啊 这好像是颗雪银吧 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植物 花的形状挺特别的 这个虽然也叫不出名字 但是挺常见的 到处植物园啊 公园啊 都经常看到 这儿墙上有一颗鹿角角 这个花的颜色可真好看啊 天花板上垂掉下来的蓝颜色的花 非常的有特色 又是一颗巨大的鹿角角 真的是好大呀 加上旁边的老人虚 非常的壮观 继续看各种各样的海棠 这个叶子的金属质感太美了 好喜欢啊 现在非常的想再买一颗海棠 不满足于就只有一颗尊鱼海棠 又又又又是一颗巨大的 蕨 这个还是鹿角蕨吧 长得挺像的 反正就类似的东西 下面这个根 一个人都抱不过来 巨大一坨 还有各种彩色的叶子 搭配的太美了 这棵树的叶子巨大 真的好喜欢这种彩色叶子 搭配起来的花茎 远远看过去 就是一片五彩斑斓 自己家的花园 如果也能这么美就好了 这种温室里面 应该会喷很多农药吧 不然这么多竹鱼类的植物 得长多少红蜘蛛啊 天花板上还有一颗 黄颜色的三角莓 真的开得好好啊 又是一盆巨大的彩叶玉 非常喜欢 这棵竹鱼的叶子 巨大无比 在一般的花店里面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 这些不同形状 不同颜色的叶子 互相称托起来 真的是好好看啊 现在非常想买一棵 这种红色叶子的 这个叫什么来着 叫五彩树吧 不过据说养不好的话 它就会变成绿颜色 这个顶上挂的是 刚才进门拍过的 鹿角角 从这个角度拍过去 实在是太美了 五颜六色的 那些大的植物 好像是天堂鸟一类的吧 这个黄色点点的 之前有看到过麦 这个植物开的红色花 好有个性啊 这上边还有一个 像天堂鸟一样的花 这颗积水凤梨的花 好好看啊 特别有特色 还是我喜欢的粉色 真的是非常喜欢 一切采业的植物